腾格里沙漠 雪是最意想不到的客人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气流 把空气中稀少的水汽凝结成雪 大地也在一夜间变了颜色 在腾格里沙漠 这样的景色并非难得一见 每年这里几乎都会有两次以上的降雪 不过想要亲自见证这样的奇观 唯有在最寒冷的时刻穿越沙漠 至少在一百八十万年前 这片中国第四大沙漠就形成了 遇上大风天气 它就会展现出狂躁的一面 宁夏只是挨上了腾格里沙漠的边缘 就足以感受到它的威胁 一支队伍向沙漠发起了挑战 按照一米乘一米的尺寸 人们用麦草扎成一个接一个的方格 就这样流动的沙被锁住了 草隔间 绿草开始生长 先成条 再成片 一九五八年 包兰铁路通车时 沙漠还在向东推进 六十多年来 在这条狭长绿洲的湖围下 包兰铁路安全运行 沙漠也不在东移 并非所有人都对沙漠心存忧虑 走进沙漠 住在沙漠里 被列入不少人的旅行计划 他是包兰铁路第一批蒸汽火车中的一员 工作了大半辈子 一直默默无闻 却意外在退休后成了明星 四年前 人们把这列老火车请进沙漠 将十七节车厢改造成酒吧 餐厅和客房 令他可以同时接待一百三十名游客 今天 他是沙漠里最受欢迎的旅馆 进入不再奔跑的日子 老火车依旧热闹非凡 另一批新的来客也受到了沙漠的款待 在人们的印象中 奶牛只属于草地 其实相比绿草 奶牛更喜欢趴在黄沙上 来个贵妃躺 晒会儿日光日 奶牛的一生中 一半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 无所事事是他们产出好奶的关键 黄沙堆砌的松软床垫 吸收着阳光当中的热量 这张巨大的天然温床 成了帮助产奶的超级工具 沙漠里藏着的机遇总是出人意料 戈壁滩上 这些方方正正的建筑里 二十万台服务器正昼夜不停 实时计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 选址在此的原因 正是看中了荒漠的环境 充足的风能光能 为它带来便宜的电价 宽广的空间 留给新建机房的位置 还有很多 换一种视角 蛮荒的戈壁 就是被人们忽视的宝地 二十五公里外 是西北最大的沙漠光伏园区 它的面积超过三千个足球场 每年约三千小时的光照 在这里被转化为接近四十亿度的电量 最大的麻烦是风沙 蒙上沙尘的电板 无法正常接纳阳光 会降低发电效率 人们为这些电板加装了自动清洁器 傍晚 阳光减弱 清洁工作开始 慢慢除去了一身尘埃 他们又可以清晰看见 第二天的朝阳 穿过云层 见证贺兰山的宽阔与高速 与高山上的精灵来一次亲密接触 沿着山脉飞行 探访一片七百年前的神秘建筑 宁夏的云层通常不会太低 所以能够耸入云端的山 就绝非一半 贺兰山 名下最高的山 主峰海拔三千五百五十六米 它用高大的身躯 守护着一方水土 自北向南 贺兰山两百多公里的延绵山体 阻挡了来自西面的风沙与寒流 在它的东面 得到庇护的银川平原 成了富饵的赛杀江南 人类难以触及的高度 却是另一群动物的舒适区 峭壁之上 岩阳有自己的宝座 这是一种胆小的动物 警惕性极高 掌握了超凡的攀岩技术 它们总是登高望远 这样的生活 既威风又安全 但是在冬天 汤却会主动下山 山里没了食物 高高在上的炎阳 也不得不和人亲近起来 赫兰山自然保护区内 人们为四万只炎阳 开了二十六个露天食堂 能填饱肚子的友情 谁都不会拒绝 在人们的印象里 长城一般都建在山脊上 但是当山脉有了一个缺口 长城也不得不来到平地 成为这里最后的防线 三关口明长城 面对着赫兰山 最宽的山口之一 在古代 这里是边关防线上的 重大隐患 为了增强防御 四百多年前 人们特意在这里 修筑了三道长城 三道关爱 如今关卡早已不复存在 长城内外 享受着同一片安宁 向着下一个山口进发 我们跟随车队来到了一片风车森林 这里是赫兰山风电厂 趁着风力减小的间隙 人们给巨大的风车更换零件 在六十多米高观察风速 将三十四吨的夜轮卸下 钻进机舱 更换轴承零件 每台风车 每周都会接受一次检修 每月 大约有三到四台风车 需要接受这样的大手术 只有精心维护 一百九十五台风车 才能迎着猛烈的西北风 翩翩起舞 荒原上凸起的存在 是现存规模最大的 西夏文明一致 七百年前 西夏王陵 曾是一片宏大整齐的建筑群 这些黄土包 原本是贴着琉璃的宝塔 土堆表面 星星点点的洞 是外部结构和夯土连接的痕迹 今天的到访者 无法目睹他们建成时的华丽外表 却仍然可以见证一个消失王国 与贺兰山并列在一起的气魄 无人区最受越野迷的青睐 这片天地 足以消解隐情的巨大轰秘 更不担心那些憋足气力的冲撞 几年前 一群越野迷选中了这里 并号召全世界的车迷们来此挑战 超过五十度的陡坡 只有最专业的车手才敢于尝试 这样的赛车 无论是发动机 轮胎还是底盘 必须专门选配 以外是医疗之中的 关键时刻 最靠得住的还是人 灯顶最需要同伴间的信任 那才是无可替代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